大家好,我是歐瑪 来到书店,捷逛的已经不是书,而是一种氛围 最近书店呢,不仅仅是成为吸引人潮的一个最佳的工具 让整个商场的质感提升 同时呢,它也成为建案销售行销包装的工具宠儿 那我们延续上周的话题 今天也来介绍三间非常有话题的书店 让我们来看看书店跟房地产是怎么结合的 首先我们先介绍来自日本的鸟屋书店 上次影片有提到,鸟屋书店其实来到台湾是透过加盟的方式 像台湾第一间鸟屋是在统一时代百货 后来它也跟润泰的CityLink有一连串的展店计划 像是在南港跟内湖最近都陆续开幕 其中在松山CityLink结合鸟屋书店的案例 我觉得非常的经典,适合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是润泰集团一个地上权的开发案 一般来说由于没有产权本来就比较难卖 因此引进号称全球最美的日本鸟屋书店 打造年轻人喜爱的生活品味商圈 更顺势推出地上权建案,润泰带观山 希望精华地段再加上品牌的加持 能增进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度 在上海也有一个与鸟屋书店性质雷同的绝美书店中书阁 它位在上海郊区的泰晤市小镇 而泰晤市小镇是一个兼具居住、旅游、休闲的大型造证计划 这里的高级住宅、联洞别墅及每个街区都充满着英伦风采 小镇里更有400亩的湖面景观和美丽的游艇码头 中书阁除了有融通各类读者的文化体验空间 它独特的设计使它一开始就带着网红体质 大部分访客都是在书店的某一个角落摆pose拍照 因此吸引许多摄影爱好者来朝圣 上次来访时与书店员工聊了一下 才发现小小一间书店每日近有近万的人次来访 而泰晤市小镇也透过这个最热门打卡景点 把人流导流到他们的建案销售上 另一个是话题性十足 只存在180天会消失的书店和平青鸟 它是独立书店和平青鸟 与达勇建设跨界合作的新作品 这个复合式的空间除了书店 也是咖啡店展演空间 同时还是代销中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因为一方面可以提升建设公司的好感度 另一方面呢也把建案的理念 透过这个临时的咖啡厅传达出来 让来访的客人不知不觉被置入了 而建商在养地的过程中 也扶植了新的商业模式 除了作为停车场之外 下次要推新的案子 也有新的模式可以复制贴上过去 回到书店本身呢 以为它是花瓶被当做是产视品吗 哦不 和平青鸟在60天内 创下卖出上万本书的好成绩 那它的创办人呢 在采访中也说到 虽然很多文化人不屑一顾 但却是一间能真正帮助到出版界 还有华人作家的书店 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关系呢 欢迎大家想了解更多 关于房地产一业结盟的方式 想挖得更深 可以留言在底下哦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